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山西的五台山 这五台山它是中国的四大佛山之一 它整个的五台山也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我们以前的这座书像寺 它就是这个五台山,有名的寺庙 它里面过分的就是文殊菩萨 而且它这里还有整个的五台山 众多寺庙之中 最大的一尊文殊菩萨的寺庙 好,现在我们开始走进寺庙 现在是早上,它这里相关的是非常多 它整个的书像寺它是座北朝南 它最早的也是建于这个东晋时期 当然在历朝历代都有重修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建筑 就是一个明清风格的建筑 我们面前这个面过三间的建筑 它就是书像寺的三门 也就是天王殿 现在我们开始走进去去拜一拜 这里乡客的非常多 走过天王殿来到这次月落 这里景象是非常震撼 这里的月落全都是占满了乡客 它这里是大维数殿 也就是这里最核心的一个建筑 这个大维数殿它是为明代的一个建筑 是为一个九级重严 它的级别也是非常高 整个的大维数殿是非常的高大 威俄壮观 在这个大维数殿里面 共同就是维数葡萄的一个七十像 这维数葡萄像也就是整个的五台山 最大的一堆维数葡萄像 它是有9.87米之高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据说这维数葡萄像的头部 是用这个桥面面所做的 在这个月落旁边 它可以免费领香去拜 现在是很多人在这里拜 好 现在我们开始往前面去走 在山边外面呢 有很多人拿着这种大箱再拜 这种大箱呢 是不准带进这个寺庙 它这个寺庙里面呢 是有免费领取的这个箱 在这里拜文殊胖达的箱客呢 也是非常多 非常的虔诚 这座大殿呢 是非常的古朴 在它大殿前面呢 有几通石碑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年代呢 是过于久远 这些石碑上自己呢 是要靠得很近 才可以看清 这个台阶上的龙客呢 坐着也是非常的魂谱 这苏向寺呢 在以前也叫苏祥寺 它整个这个苏向寺呢 它是整个的五台山 五大残储之一 十大清庙之一 我们从这里呢 开始进入这个大文殊殿 去拜文殊菩萨 在这里排队进入 它这里呢 有个特别之处 就是它这里进去的门呢 全是用这个梅连式这个佛珠 当有人进入这个门呢 这个佛珠就会发出响声 非常的悦耳 我刚才呢 是进了这座大殿 去拜了文殊菩萨 也看到了那尊 整个五台山寺庙中 最大一尊 文殊菩萨的塑像 文殊菩萨塑像呢 是全身金身 头戴佛乖 手拿如意 下面呢 就是它的座脊 青毛丝 整个塑像呢 是宝像庄园 给人感觉呢 也是非常壮观 和震撼 非常树木 在大殿内呢 东西三乡 还有后前呢 它是树满了这个 五百罗汉的渡江塑像 这树像呢 它是悬殊 是立体的 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五百度加罗汉的悬殊呢 它规模是非常的宏大 它长呢 是有这个48米 高呢 是有6.8 有五台山 悬殊一节之称 在五台山的众多寺庙中 这树像是呢 也就是文殊菩萨 它说法讲究的一个地方 这里面呢 这对文殊菩萨的树像呢 据说是当时已经做好身子 而谁也没有见过文殊菩萨 所以那个头部呢 是久久没有做成 然而在当时 一个火夫呢 它偶然之中在天空之中 是看到了文殊菩萨 它就用磁刻还有木雕 去做文殊菩萨的头像 但是呢 怎么做都不和这个身子 是不相合 最后呢 它用这个桥外面 做了它的面目 就整个的身子 整个的树像呢 是非常违和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树像呢 是一个金星树像 它这尊树像呢 在整个的五台山 乃是全国 都是非常出名 非常壮观 树木的一尊 整座的树像是呢 它并不大 在这个大文殊殿后面呢 就是长津阁 长津阁后部呢 它现在是有部分在维修 所以呢 现在我们是过不去 我们在远处看这个长津阁建筑呢 它规模也是十分宏大 在我们在远处可以看到 它这里应该是附建 但是整体这个造型呢 也是做的非常的协调和吻合 这座树像是呢 在这个五台山 上百座的寺庙中 是非常有名 所以呢 它在这个不大的院落里 也是占满了虔诚的相克 在树像是三门一侧呢 有一个旺佛亭 在里面呢 有一通石碑 它的石碑上上面是记载了 在1948年 由这个毛主席周总理 日密斯领导同志 从这个延安出发 他过黄河 登五台山 然后助习百破 指挥了三大战役 彻底的打垮了蒋家王朝 赢得了这个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就是这种石碑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五台山 所看到有这个 文书普查最大的书像的书像是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像这样 我们现在开始去 五台山的其他十秒 去拜一拜 谢谢大家